字幕志愿者 李大亨 李大亨医师 他是美国眼科医学院的国际会员 欧洲青光眼学院的院士 三军总医院眼科部的主任 国防医学院眼科学系的教授 台湾青光医学会的理事长 世界青光眼高峰会的常务理事 亚太青光眼医学会的常务理事 中华民国眼科医学会的常务理事 他现在是三军总医院眼科部的一般眼科主任 三军总医院眼科部的青光眼的专科主任 国防医学院的眼科科学科的教授 中华民国眼科医学会的监视 他的专长青光眼的疾病 眼科医理学 白肺脚超音波 晶体乳化手术 准分子雷射趋光手术 眼科部整心手术 及一般眼科整疗等领域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李道恩李医师 无论是学术的理论 或者是实物上 各位想想看 在二十年以前我就请他来演讲 他无论是理论跟实物 非常的经刊 所以我刚刚非常荣幸 能够介绍李道恩李医师 待会儿我们就再次掌声 欢迎李医师 利益我们今天的终于享受 这个秘书长的忠气比我充足 很厉害 很感谢洪群培文教基金会的秘书长 洪惠博士的邀请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跟大家见面 也很欢迎大家 来参加这样一个演讲会 我知道这个其实也蛮困难 其实要参加演讲 在礼拜天的上午 大家要从自己的家里 温暖的被窝 像这样的天气里面 跑出来 其实是很困难 很感谢大家来参加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我们目前这个世代里面 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那我在今天会跟大家介绍 眼科大概最常见的一些疾病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这个秘书长刚才已经介绍我了 不过我再稍微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目前是在山庄眼科 当这个清光眼科的主任 那我现在是世界清光眼科高峰会的这个常务理事 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困难 因为世界清光眼高峰会总共只有100个人 他是死掉一个才补一个 亚洲的话全亚洲 以理事大概只有五个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光荣 那目前我也是台湾清光眼科学会的这个会长 那在国防医院眼科学科当教授 那我的这个博士学位主要是做这个眼科药理 所以我很多的这个国际上论文的发表 跟这个眼科药理大概都有关系 那我最大的专长大概就是以清光眼著称 那再来就是白内障 因为白内障是所有眼科医师 大概都要会的手术 那很多清光眼的患者 他们需要做 他们的白内障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个白内障也是我一个主要手术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特长是做这个美容整形手术 大家觉得这很奇怪 说诶 呂医师怎么会去做这个美容整形手术 那这个是跟我一些特殊的境遇有关系 因为我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参加这个国际奥比斯的飞行医院 那常常到一些亚洲啊 或者到一些特殊的地方啊 去做一些这个国民外交啊 或者是一些医疗服务 那大家知道我在国际这个做医疗服务的时候 到这些落后的国家 我大部分做的手术就是白内障跟清光眼 可是大家知道 到这些落后国家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这些 他们的高层的领袖的太太 比如说 去到缅甸 这个他们首长的太太 她找我开刀 她不是要开这个白内障也不是要开清光 她要开的是酸眼皮 还需要做一些这个眼部的这个美容手术 所以就因为这种特殊的金鱼之下 我也练就了这个美容整形手术 所以这听起来好像很江湖 在某些情况之下 这个对我们这个飞行医院啊 有这个很高的帮助 实际上我们到很多地方去 这些他们也会互相这个介绍 那这些大官的这个太太 她来的时候 几乎多就是要做这个 不管是双眼皮啊 或者眼瞼下垂啊 做这个比较多 所以这也是一个被 環境所造成的一个专场 所以我也做过一些这些的所述 那我在三种的话 有在丁州门站也有看诊 在这个内湖也有看诊 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讲到我的名字 其实我是很小 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很小的时候 很年轻的时候 就很小 不是应该是儿童的时候 我就想要当医生 那那个时候 因为我爸爸在这个政生广告公司 当这个台长 他那时候就派到云林服务 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云林成长的 那在我小时候 大概小学三年纪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个 他们就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 广播电台里面有一个会议室 我就看到这个会议室里面 贴了很多这个 记者去拍的照片拿回来 那这些照片里面 就很多这个尸体 放在云林的这个海边 那大家知道 在这个民国这个 50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医生 总共大概只有3000人 其实 台湾是在一个很缺乏医生的地方 就是像云林 我想全台西 可能没有一个正式有牌照的医生 大部分都是秘医而为主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想 如果说长大的话 可以当医生 可以帮助人的话 他是不是很好 所以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 长大都可以当医生 就太好了 所以一心一意 就是说 希望能够这样 所以后来我爸爸就说 带我去算了一次命 我就跟他说 我长大想当医生 我爸说 想当医生可能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在那个年代 跟现在想法 也都会有一些差别 然后就有一个算命的 他看到我的名字 他就跟我爸说 这个小朋友将来长大 会当眼科医生 那我爸爸就说 为什么 他就把我名字写 他说你看 把这个铝 横过来放 就是一个眼镜 这个大 你看就是一个鼻子 他就眼镜 顶在鼻子上 那你看这个蚊 你看有两只腿 眼科医生 看诊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常常坐在椅子上 滑过来滑过去 他因为他会这样 所以你看 你刚看他的名字 呂大文 三个字 他这个名字 他的命格上 这样他就会打眼科医生 那他讲这个话 其实我也没有很相信 因为那时候想说 还在小学 根本还没考上医学院 等到我医学院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在我那个时代 第一名 通常都会选 这个妇产科 因为这个在40年前 那第二名 大概都会选 这个小儿科 或者选外科 那等到我要选科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这个 这个 这个 相思说的话 那我去问了一下我学长 我学长跟我说 那个时候眼科正好在芳心慰艾 因为 这个 血维手术 已经开始在进行了 那他说 眼科是一个很有未来的一个科 所以那时候想 好我想 既然这个算命的时候 我长大会当眼科 那我就 我就选了眼科了 那 那我就一直眼科 这样做下来 所以一直这样做 那但是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事情就是很大的巧合 那三年前 就有一个人来给我看病 他来看病的时候 他是因为青光炎 他一个眼睛 失明了 那这个病人来给我看病的时候 他说 旅师我从云林来的 那我就 其实我那时候 还没什么在会议 那我就说 那你这个眼睛 一边眼睛很严重 可能帮不了你 没有关系 他说 我这个本来注定 就会瞎一个眼睛 他说 我说 那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算命算得非常准 在我们这个像 在我们这个像世界 只要你泄露天机 你算得非常准 你一定会 一个眼睛会失明 那时候我想 其实他的青光炎 一个眼睛失明 怎么都 也都不会很难过 然后 他就突然就拿出一个本子来 他保留 他四十五十年前 我去算命的这个 这个名册 他拿出来给我 你看 驴医师 我现在来 我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我算命天下第一神准 你看 你看你的名字 我真的看到了 吕大文 他那个本子 已经非常黄了 他拿出了吕大文 他就写这个名字 吕大文来算命 告知 会当眼科 他就是想说 他说我这个算得很准 但我在媒体上会看到你 那我在想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鄉民的人生 也要做一个总结 所以我最后的时候 我想来跟你拍一张照 然后 证实说我算得神准 所以我就跟他 我说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我就想到这个 当年这个故事 我就说你真的很准 那我就跟他一起拍一张照 比一个这个大手指 那后来这个 你知道他在云林 有一个地方叫胡卫 胡卫有一个叫做 黃俊雄这个故事馆 他的外面有一个香蜜館 那后来有病人跟我讲说 李医师你的照片 为什么发在那边 我就说 那个就是当年 把我算命的 他说他很厉害 那我就跟人家讲这个故事 那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了 我希望说他能够长命百岁 让大家这个故事 可以继续传统下去 大概就这样 这就是我做眼科医生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 那所以说 刚刚这个秘书讲讲到说 有很多这个蓝绿的一些 一些比较高阶的人士 一直好看 因为当他看到名字的时候 吕大文三个字 第一个名字很简单 所以看得很容易记得 然后看到这个 他就觉得这个名字 就像一个眼科医生的名字 所以人家很容易就 选我的这个门诊来看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时候 我们去做一些海外医疗 这个也没什么 只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次是去一个缅甸任务 在曼德拉 那大部分你去到这个现场以后 其实他只能选择性 示范的选一些病人 那大部分是没有办法被选上 所以他希望被选上 病人站在门口等 也是很常见 那因为他是一个飞行医院 所以他有这个飞机任务 可以在飞机上 可以帮病人做手术 也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医院去 那我秀张照片 其实主要主要是跟大家讲 人生就是变化很大 因为每次做这样一个海外任务的时候 其实因为这个奥比斯飞行医院 虽然说他 虽然是一个尺寸团体 但有时候他也要去募款 每次他都会带一个艺人 那这个旁边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艺人 当年他20岁的生日 是在这个曼德拉过 所以我就把这个照片留下来 那这艺人我想 也许在座人大部分都不认识 不过他现在的样子 大家可能会比较记得 这个是胡瓜的女儿 叫小珍 大家可以看看他 在20岁的时候 他这个纯真的样子 包括我自己 我20岁的时候 笑起来的时候 也比现在看起来更纯真一点 大概这样子 那我们去做这种 这个国际的这种 这种慈善手术 都会想说这些病人 也许我们这辈子 再也不会看到了 应该也没有说 假如就算没有做好 应该也没有关系吧 虽然说我们不会想 故意不做好 那偏偏就是 像这个是一个 一个缅甸的本身 一个中医师 我给他做完手术 过了七年以后 因为情况 他又再复发 想尽办法 又想到 又回到台湾来 又给我做 又来做医师手术 所以我想想 像这种国际的医疹 就是说大爱 是没有中止 只是里面当然有点sorry 因为他从缅甸 要来到台湾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这个大概是六七年前 因为这个台湾 你如果没有人给你做饱的话 缅甸人 缅甸籍的 绝对进不了台湾 那讲到这个 我们前天 也帮一个从印尼来的病人做手术 那大家知道 现在从印尼 你要来台湾做手术 是像登天一样 他来台湾 他也要先关在我们的 一般的病房里面 就是这个叫做免疫病房里面 防疫病房里面 先关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 他就出来就诊 所以他从这个印尼 来台湾就诊 光关在防疫病房 两个礼拜 就花掉他大概三十几万 然后我们做个手术 台湾现在规定 国际医疗 我们收的费用是 本国病人的三倍 那做个手术呢 我们医院给他收了三十万 所以这病人整整花掉 大概六七十万 到目前为止 所以就是一个很费钱的 那大家想说 他交六七十万 那屡医师已经很有钱了 那这样一个手术费 医院给我的钱是九百块 所以他给照的非常悬殊 所以 我的老师 我老师 刚刚秘书长介绍 我在这个宾州大学的 威尔斯医院 当这个 这个 客座的副教授 一直在做 那有一个老师 我老师 我请他大概在六年前来台湾 给他秀给他看一下说 我在台湾目前做什么样的事情 老师看到我这个 这个手术这个量 跟这个每个月开刀的量 他竟然跟我说 哇 You must be very rich 他跟我讲说 你应该很有钱哦 我跟他讲说 我们这样整整开一个月下来 比不上 你开一台刀的钱的二分之一 你知道老外 就是很很 他就直接反映 他说 What for 那你干嘛要这样做啊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资本主义 跟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健保体系也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额外化 那让大家稍微了解我一下 大概这样 那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这个健康的双眼 我想这个在座 很多人啊 都是 都可能多多少少 也许有各种不同类型的 一些眼科的疾病 那 我想没有一个人是 大概是完全健康的 因为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年轻的问题 你到了中年以后 会有中年的问题 你到了老年以后 有老年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问说 你有没有一双这个健康的眼睛 我想 很多人回问以后 只要你过了一定年纪以后 你就觉得 不敢怎么样做 我就觉得我眼睛不太健康 那怎么样不健康法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 这个是眼球的结构啦 那 我们先把几个名词 稍微介绍一下 眼瞼 就是我们眼皮的地方 那 结末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白眼珠的地方 那 角末呢 就是我们眼睛平常看起来 黑白分明的 但是 如果换成黑白分明的话 就看不起来 所以我们用一个外国人的眼睛 把它用绿色的 那 这就是我们角末所在 那眼睛呢 它分成为前到后 叫做眼的前结跟后结 后结最主要就是玻璃体 那 这个前结的就包括在这个 水晶体之前 这个 我们眼球到底多大 我们眼球一般来说大概 是我们这个 身体的这个 体重的大概一万分之一 那每个人想知道我眼球多大 你的眼球大概就跟你的这个 大拇指的这个指甲一样大 所以我们这个眼球的前后镜 标准的这个台湾人 大概是2.3公分大 那你近视于加深 每加深300度 它就增长一个mm 所以我们眼球这样一个特性 那里面大部分的成分呢 就是玻璃体 90%以上就是玻璃体 玻璃体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一个避震器 所以当我们眼睛动的时候 你的视网膜不会受影响 我们眼睛如果没有避震器的话 我们几乎每天呢 都有机会造成这个视网膜玻璃 这个避震器非常重要 那其他的一些器官呢 就跟我们眼睛看东西的这个视力的清晰度 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那大家知道吗 我们眼睛喔 就是在讲体重只占万分之一 可是我们眼睛 会用掉我们身上多少的血 大家知道吗 眼睛会用掉我们身上的血 5%到10% 大家想起来奇怪 只有万分之一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血 那我们眼睛说实在 它就是一个光跟电的一个转换器 因为这个 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 那这个就是表述大家说 红末啊 瞳孔啊 相对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 眼睛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玻璃体 后面就是四神经 那这个水晶体 那这个前方啊 相对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讲解的时候 大家可能可以被大家了解说 眼睛的大概结构是怎么样 那我刚才前面讲 我们眼睛它是一个光跟电的一个转换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大脑 它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光的这个信号 所以我们大脑它只能接受电 那我们这个四神经呢 它能够传导就是电 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影像以后 它要变成电 这个电流的变化 它才有办法到这个大脑里面去 所以它就是一个光跟电的一个转换器 那大家想一想 光电转换器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家里的这个太阳 如果家里有这个太阳能发电的话 你就有一个光电板 那我接受这个太阳光的这个光 然后转成电 那家里就有电流可以使用 那光跟电的太阳板 大家去摸摸看 这个一摸 不小心你觉得会烫不上 因为它的温度 整个八九十度以上 所以它就跟你讲说 也不能touch这个光电板 那我们眼睛呢 一直在接受光跟电的转换 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好的冷却系统的话 那我们眼睛大概都不能摸 为什么 你的眼睛每天都七八十度 你只要揉个眼睛 手就被烫伤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眼睛 它的温度 这个温度还是维持在 正常跟我们体温一样 就是因为它用了很多的血 所以当你眼睛如果缺血以后 眼睛的很多这个症状 就会出来 很多器官的这个完整性 就会受影响 所以 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的血流 我们身体的万分之一 它用了身体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血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四血性的一个器官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血 那里面很大的功夫就是来自 要让我们这个眼睛能够冷却下来 那我们视力退化 有刚才前面讲 大概多少都会感觉到自己有些疾病 最常见的就是趋光问题 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一个眼镜 我可能有这个近视 我可能会有这个闪光 或者我有远视 过了中年以后 然后可能就开始有老花眼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 大概在人群当中 百分之百你都会有这个病 我年轻视力很好 我到中年以后 我老花就会很明显 那我年轻视力不好 我有近视 我有闪光 你就需要眼镜 那到了中年以后 也许老花就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你一辈子来讲 都会被这个趋光问题 所有这个困扰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老花眼 到了中年以后 你看看镜 就开始看不到 就觉得很不方便 就觉得 那这个跟我们水晶体 本身的弹性 变得比较差 有很大的关心 那飞纹症 我想在座更多 也许我们在这么多人当中 也许可能有 百分之十 至少十几位 二十几位里面 都有飞纹的现象 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那白内障呢 我想在座应该也有很多人有 到了大概五十五岁以上 大概多少都有一点 也许在座也有很多人 已经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了 或者是有些人 可能想要去做白内障手术 想对白内障更了解一点 所以我参加今天的演讲会 另外就是青光炎 青光炎就是营压比较高 那青光炎 当然它的发生率 没有像白内障这么多 可是在座这么多人当中 一定也有相当多人 是青光炎的患者 或者说是 你可能是青光炎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像经过今天的演讲 对青光炎 有更进一步认识想知道 那再来就是 黄斑步兵变 那我们以这个全世界 目前来讲 造成失明的 第一大主因 如果算这个 这个进步国家的话 第一大主因是白内障 但是白内障 它可以百分之百之 你把白内障去除掉 你就看到 那第二大主因 就是黄斑步兵变 但是在先进国家 造成失明 最大主因就是黄斑步兵变 所以 以台湾地区来讲 目前黄斑步兵变 有越来越多 我相信在座也有相当比例 是黄斑步兵变的患者 想对这些疾病 想进一步了解 所以这个大概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针对这些疾病主义 要来跟大家分析 那再讲到这个之前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光害 这个其实 因为所有这些疾病 跟这个光害 都有很大关系 那有一些护眼藏室 跟光的防治 有很大的关系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 我先讲几个例子 讲这个欧巴马总统 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手机 现在变得这么好用 我想很多人 不管你看 听演讲的时候 也可以拍照啊 或者是这个 随时啊 可以上Google啊 查这个资讯啊 随时想知道 很多APP啊 都可以看 那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忘记了 手机在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方便 大家可能很多都记不得 如果说在2000年的时候 大家看你的手机 你要上网 非常困难 因为很不好上 那什么时候 手机一下变得这么好用 这个叫怪贾博斯 因为贾博斯 发明了iPhone iPhone 3 iPhone 3什么时候上市 iPhone 3是2007年上市 这个 2007年这个日子 大家这个年头一定要记得 因为这个是改变了全人类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这个全人类 其实都被贾博斯影响 其实我某个程度来讲 我希望 我也希望贾博斯 他去世早一点 要不然贾博斯如果去世的月晚的话 他会让眼科医生 他会制造更多的这个眼科的疾病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3C的疾病 真的就是因为iPhone的发明 因为iPhone发明以后 他让这个全世界都不一样 因为有了iPhone以后 Android就跟得来了 那这个手机上网就变得非常方便 所以大部分人随时都在使用这个手机 但是加上来看在2009年的时候 大概iPhone上市大概两年左右 那时候大概还没有非常popular 那这个欧巴马总统在2008年当选总统 他们在第二年的时候 大概都有一个早餐的一个祈祷会 是由白宫的一个助公的一个牧师 带着大家来念这个经文 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这个时候的时候 你看看他在牧师在上面演讲 那时候 我没有派到牧师 因为牧师不是主要人 主要是派总统 那你可以看看 你看这个欧巴马还有米切尔 他太太 还有两个女儿 你看他们都很专注在听 你看这个 他的保护人员 他的这个 他的维安 也都很专心在听 那这个 这个副总统 这个拜登 那时候是拜登 也都很专心在听 可是在过了四年 第二任选上的时候 就是2012选 2013 再开始在研讨会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 这个时候大家的眼睛 现在的方向 每个人都在看手机 已经没有人在听牧师讲什么 但是牧师 在美国传统的力量 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因为大家 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或者天主教徒 相当大的有比例 所以几乎来讲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大家都很专心 但是你看到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在看手机 奥巴马看 Michelle也在看 两个女儿更是看 甚至他维安人员 照讲应该是很注意 旁边的环境的 也开始偷偷在看手机 所以知道说 这个时候开始 几乎大家都 每个人当中低头足 因为 就觉得太方便了 上面在演讲的时候 我下面就想更看 我其他更多的资讯 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 上课也是这样 在大学医学院上课的时候 老师讲什么 不见得人家会专心听 那学生常常都在手上 玩手机的 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 上课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考试的时候 有一个最新一招 就是说 下课的时候 来收手机来 收手机来 看你的电量 我们的临时小考成绩 就是看你的电量 还剩下多少 你的电量剩下3%的 就是3分 这个也是一招 现在大学里面有一招之后很有效 那 我们台湾地区 什么事情 都是说 什么什么什么王国 那我们台湾地区 目前 有这个 近视的比例 大概43% 那我们2300万人里面 有一千万是近视 那三分之一 是高度近视 那高度近视 是多少度 是500度的近视 所以 我们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近视王国 那到了18岁左右 大概盛行率85% 所以我们大学生里面 大概85%以上 就是近视 那这个近视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觉得近视戴眼镜就好 其实近视不光是戴眼睛 因为近视会让我们眼睛的前后镜会拉长 前后镜拉长以后 就容易产生并发症 那并发症包括最多的就是 白内障 青光炎跟黄斑部病变 好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有机会 再跟大家再讲 那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一讲这个光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光分为这个可见光 跟不可见光 可见光的话就是 我们平常这个 这个日常的这种 比如说这种 日常的光线就是 那这个光线里面 大家都还学的的话 我们都会把它去分光 它可以分成这个 红尘黄绿蓝电子 有七个这个分光 那红色的光呢 它的波长最长 那磁外线它的波长最短 那波长越短 它的能量就越强 所以我们一般人 大家都会知道说 我们要避免这个磁外线 我现在很多人对我这个观念 所以大家都想说 我们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戴这个太阳眼镜 我们要避这个磁外线 但是大家想 红尘黄绿蓝电子 你把紫外线毙掉以后 下一个能阶最强的是什么 就变蓝光跑出来了 所以当你把紫外线完全毙掉以后 变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就变成最大 那这个就是目前很多市面上可以看到 一些为什么要去掉蓝光 这跟这个就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看日常光线里面的这个光害 我刚才讲 UV就是紫外线 它有分为这个短波跟长波 长波就是UVA 那中波是UVB 那最短波是UVC 那这个短波紫外线 它会被我们的臭氧层所吸收掉 所以大家常会看到说什么南极臭氧层破口了 那会造成很多厉害的摆内障 那就是因为短波紫外线太多了 那长波的紫外线呢 它也会这样 那长波紫外线 它们不会被这个臭氧层所吸收 所以大家可以看 长波的紫外线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水晶体 进入到这个四网膜里面 那它会造成我们的黄斑部病变 所以如果长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工作 比如说你又没有做好这个保护的话 很容易造成黄斑部病变 比如说像农人啊 或者是长时间在外面打工的打工组啊 这个都会造成这个机会都很高 那在这些可见光里面 大家可以看 很少人会受到这个红色的影响 所以大家可以看 你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太舒服了 它常常说给你一个红外线 可以去让红外线的红波 红外线光可以造射 减少你的发炎的反应 为什么 因为红光的能量很低 可是你从来没听到说 我给你一个蓝光造射器 因为蓝光它的能量很高 这会容易产生冰发症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紫外线把它去除掉以后 你如果没有一个对蓝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话 就会有过多的蓝光进入到这个眼视网膜里面 那这个蓝光呢 对我们的视网膜 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所以我刚才讲 光源的伤害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蓝光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炫光 它应该就是一个平散 那这几个定义是什么 我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蓝光 它有些来源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自然光 自然光里面也有蓝光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荧光灯 荧光灯也有蓝光 那目前受害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3C产品 大家知道3C产品里面 它的这个发光源是LED灯 那这个制造商 它为了让它的这个3C产品 看起来颜色特别鲜艳 效果特别好 那它就需要里面蓝光的成分加的越多 当你蓝光加的越多以后 因为它对比的关系 看起来越鲜艳 那越鲜艳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会接触到过多的蓝光 所以这个是目前对眼睛最大伤害的一个因素 那蓝光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眼睛 说实在刚才前面讲 它是一个光电的一个 自网膜是一个光电的转换器 那这个转换呢 它需要耗能 所以它一直在进行一些这个化学的反应 当你蓝光过高的时候 因为它能量很强 所以它会产生一些过氧化的一些反应 那这些化学完它会产生一些自由基 自由基 它会使我们的网膜细胞被凋零 那可见光谱里面的话 这个蓝光是波长最短 那它能量最强 所以刚才前面讲 在这些LED灯里面 电子显示器 这些三星产品 那对我们眼睛的网膜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最有名的一个实验就是什么 它们把这个生下来的小老鼠 大概在生下来的两周的小老鼠 它给它放在一个全蓝光的一个环境之下 然后在它生活了两周以后 把这个小老鼠把它牺牲掉以后 去看它的视网膜 那就可以看到它像右边这样 它的视网膜就产生了很多的凋零 跟很多视网膜的死亡 那为什么要选才生下来的老鼠 因为才生下来的老鼠 它的皮肤比较薄 蓝光它直接就给铺射到眼睛里面 那另外它的视网膜还没有完全发育 所以这个时候 假如你给它接触到过多的蓝光的时候 那很容易就会很损伤 那这个也是在实验上证明说 这个蓝光对眼睛有伤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实验 那蓝光蛋它会接触 我想最多的我想很多的就是这样 比如说小朋友 父母说你要睡觉了 可是父母常会看到小朋友就躺在这个被窝里面 偷看手机 这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个现象 躺在被窝里面偷看手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在被窝里面因为光线暗 你的瞳孔会放的比较大 你会有更多的蓝光跑到眼睛里面 所以在被窝里面偷看手机 是对眼睛伤害最大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大家来看看不同的光谱 有什么样的特色 大家想自然光里面 所有红尘黄绿都有 所以它有蓝光的存在 那白字灯就是我们灯泡灯 灯泡灯你看 我们大家看我们灯 他们都是红色和黄色 它其实白字灯 对我们的眼睛来讲是最温和的 所以它蓝光元素很少 那乳素灯呢 有的时候气质的这个乳素灯 它里面有一定程度的蓝光 那LED灯大家可以看 它的蓝光成本是最多的 所以LED对眼睛的伤害是最大的 那有些人想说 我们要买LED的这个灯啊 灯具啊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一般的建议在台湾地区 因为我们一般 那这个台湾呢 因为热啊 我想很多人去选灯的时候 他都会选 比较白一点 他觉得这个白色灯 看起来比较 不会那么热 可是对我们眼睛来讲 你选白色的灯 对我们的伤害是越大 为什么 你去看买灯的时候 它里面有个数字 叫做色温 就是多少K 那如果你是 比如说很高的K 6000以上的K 它会比较白 那如果到3000的K 你会觉得它就比较黄 比较暗一点 那大家有时候会想说 如果照明效果要好 我会选 比较白 比较亮 你会觉得我可以省电 其实观点是对的 我一般建议 如果大家游下去 再去买灯的 买LED灯的时候 尽量选在3800到4000K的这样的灯 对我们眼睛会比较好 那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根据LED灯里面 它这个达到6500K以上 它就用很多蓝光的元素 因为蓝光元素加越多 它的色温就会越高 那它就会越白 看起来效果 你就觉得好像 这个比较亮一些 好像你比较省电一点 那我们一般的观点 认为LED灯省电 实际上 它里面很重要的因素是这样 那大家一般都不太喜欢用灯炮 现在大家很少来用灯炮 每个很多环保人士教我们说 用灯炮耗能很多 但大家可以看看 它虽然是耗能很多 但对我们眼睛是比较好的 实际上 有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也要考量这些因素 那什么叫做炫光 炫光就是说你周遭环境 它不成比例的过强 最简单就是说你把手指都拿起来 你去面对太阳 你看到那种感觉 就叫炫光 那炫光对眼睛有什么样的伤害 炫光对眼睛的伤害就是 眼睛容易疲劳 所以容易容易累 所以这炫光是一个很大问题 什么时候会产生的 比如说太阳下 你要躲太阳的时候 你伸着手指去看 之后才会有炫光 还有什么时候呢 你在暗室里面 你看电脑 它产生这个光源 你会产生很厉害的炫光 还有就是夜间驾车的时候 对面过来的这个光线 它也会产生这个炫光 那炫光它本身对眼睛 它没有很大的伤害 可是它对我们安全也有伤害 为什么 当你炫光来得很强的时候 你会突然看不清楚 你如果在开车 或者在走路 突然看不清楚的时候 就会产生潜在的危险 所以这是炫光的观念 那什么叫做平散 平散就是说 当我们在选择 比如说你在选择一个 桌上的台灯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重要关系 就是平散 那这个平散是什么 就是说你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大家拿我们手机 去拍这个电视的荧幕 我们就可以看到 电视的荧幕 跟我们平常看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它在闪烁 可是你用手机去拍的时候 因为手机它抓到的速度 比你眼睛来得更快一些 你就看到这个荧幕是闪烁 这就是所谓它所做的平散 那我们的灯 我们的台灯 它其实就是一直在闪 可是它在闪 因为它闪的速度非常快 你的眼睛抓不到 你就不觉得说它在闪 但它实际上就在闪 那这叫可视平散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闪 那这种是什么情况 就是灯泡快要坏掉了 你看到灯泡 一起一灭一起一灭 这叫可视平散 这种你遇到了 你会觉得 这灯泡快要坏掉 我会小心 我不要使用 但是不可视平散 就是说它传速太快了 它明明在闪 可是你就没有感觉 这叫不可视平散 那这种情况 你如果散 你的平散是高的话 它有产生就是 眼睛容易疲劳 而且容易累 就觉得视力没有办法去中 那有时候也会 诱发偏头痛 一直在闪 所以你眼睛就一直在调焦 一直在调焦 那眼睛调焦 调了很多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这个近视 所以 所以在选台灯的时候 应该要选 尽量是不要有平散 这也是我们在光学里面 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护眼的时候 那照度呢 照度一般讲就是 我们在桌面上 你来到灯的一个照度 就是要选这个 適合的一个照度 那如果大概一般建议 大概照度应该在500以上的 这个灯距是比较理想 如果亮度不够的话 你用眼就会吃力 吃力的话 度数就容易增加 那我刚才讲 是台湾百分之43人 都有这个近视 那高度近视呢 就会产生白雷罩 就会产生 红白布病变 产生青光炎 产生瘦毛玻璃 而且不是多 不是1000度2000度 这个500度以上 就有机会 所以 这个是应该 我们要特别特别要注意 那 很多人都想说 这个近视 我是不是做个雷射就好了 其实 雷射 它只是一个魔术而已 把你的度数去掉了 但是 你的眼睛的变化继续存在 所以就算你做完雷射 你高度近视的本质 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 做完雷射 也还是要小心 那 老花爷呢 我想知道 这个 有打麻将的病人的话 大概就慢慢就会 就感觉到 很多病人跟我讲 他年轻的时候 打牌快又好 现在 到了这个 五六十岁 我还发现 打牌速度才会变慢起来 人家都不耐烦 那为什么 因为他老师会觉得 看得不够清楚 所以 这个打牌是最好检测 你的这个老花的一个方式 你老是炸壶啊 或老是这个 老是出错牌的时候 就要想想 我要去检查一下眼睛 也就是代表说 人家的牌我看得到 自己的牌 已经开始看不清楚了 就代表说 有老花印 这是老花印最常见的症状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回到 我们今天要讲的 其中几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白内障 那 白内障就代表说 在这个 其实白内障 Catered 它的这个中文呢 是叫做白内障 那它英文还有一个故事 叫做瀑布 为什么叫瀑布呢 因为 当你有了白内障以后 你看东西出去 就像你从这个洞穴里面 经过这个瀑布 去看外界一样 就变得看不清楚 所以古代很早就知道说 你当你得到白内障以后 我看东西 我的视力啊 就会受影响 那白内障可以因为它的成因啊 还有根据它的形态 分成很多种 各种不同类型的 这个白内障形态 那 那为什么白内障对我们眼睛啊 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眼睛它有光学啊 它有几个 有几个结构啊 第一个是角膜 角膜是我们眼睛 曲光啊最大的地方 在角膜它可以 可以矫正这个 4000度的这个变化 在我们水晶体 它可以矫正大概2000度 所以当你有了这个白内障以后 你的这个近视度数 或者是散光度数啊 都会改变 因为你去改变它的这个曲度 那所以水晶体大概负责我们眼睛 百分之三十的这个曲折 那角膜大概负责百分之这个七十 那当你年轻的时候 我们眼睛要随时可以看远看近 随时都可以调焦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调焦不能的问题 那等到你这个过了四十以后 开始这个调焦力变差老化了 你就表示水晶体 本身开始已经开始老化了 那水晶体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啊 因为我刚才前面讲过 对空在空气里面当中的一些 这个紫外线 长坡的紫外线 其实水晶体是第一线的保护 因为你如果没有水晶体去吸收掉部分的 这个紫外线的话 那我们的四网膜它就会直接受伤 所以它是牺牲了自己 保护了这个四网膜 那白内障就是说它的水晶体变得浑浊了 它变得不透明了 看不进去 那水晶体原来成分就很单纯 就是水跟这个蛋白质 那它物化以后呢 就是变得不透明了 所以就看不进去 那它对视力影响就是说 视力变差 那我们在才开始的时候 你就常常换眼镜 换眼镜换一换 觉得好像也都还可以使用 那慢慢你就觉得这个色觉啊 就开始有点点泛黄 然后你就看东西的色彩 人家跟你讲说 这个你就觉得 奇怪我看的色彩跟人家不太一样 变色力就会下降 还有就是夜间呢 他会觉得是 我夜间出去 我就觉得不太安全 就觉得 看起来就是没有白天清楚 那它的对比敏感度也会差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 刚才前面讲炫光啊 或者光晕的现象 那很严重的 当然就会造成失明 因为你白内障过熟了 你就完全看不见了 这时候当然就可能会变成失明 那它的症状就是 看远 它不清楚 而且不稳定 那看近呢 它老化眼反而变好 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了白内障以后 它可能近视度数 可能会增加一点 所以有病人讲说 我看近怎么 以前要带老化眼 现在不用带了 我这个不要高兴 就是因为有白内障 那你去电脑验光的时候 度数常会乱跳 因为它折光率一直在改变 所以度数乱跳 乱跳一通 而且你会感觉到 我在室内室外 这个变化很大 这都是白内障的征兆 那成因呢 就当然你也可能 有些先天性的白内障 好像消防期啊 就是这些 先天性的白内障 那也曾经可以外伤造成的 那最常见的是老年 那有一些是代谢问题 比如说你有糖尿病 糖尿病 白内障就会发生得比较早 或者有些病 他因为身体的疾病 他需要吃类固醇 类固醇 白内障也会来得比较早 那有一些化学 这个妖物的毒性 你接触到一些 比如说有机磷 有机磷接触以后 白内障也会发生得早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 精神科的疾病 他吃了这个药以后 他让白内障也会比较早 那所以有时候 大家常在电视上看到 就是说 这个精神科的患者 在路上或在结院里面 灰刀要乱砍人 他其实他不是乱砍人 他最大的原因是他看不清楚 因为他有白内障 他看不清楚 他觉得你跟他要杀的人 长相并没有两样 所以看到精神病的病人 在乱灰刀的时候 但有时候他觉得很同情他 为什么会这样 那实际上 他很多因素就是在于 因为他的视力 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法官在判刑的时候 很少去去 去确认说 这个精神科患者的一个视力 但你去确认一下 其实里面的视力 很多病人都是很差的 那白内障治疗 在早期我跟他讲 你给他更换眼镜 他也可以 那有些病人说 我瞳孔放大一点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你也可以考虑散瞳 那要彻底治疗的话 当然就只有手术一途 那什么时候考虑要手术呢 比如说你影响到日常生活 或者说我不开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青光炎 这时候就要开了 那全世界一年大概 现在大概1500万人开了 那台湾现在一年大概 有20万里 所以白内障治疗 是一个常规手术 大家一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或者在自己的亲人当中 大概昨天他去开白内障 开完效果也都很好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手术成功率 在台湾来讲 其实是很高的 除非你是一些很特殊的 一些疾病统治存在 要不然他的手术成功率 是很高的 那目前 我们台湾健保 对白内障的限制 就是年龄要55岁以上 55岁以下 你就要申请 申请通过了 也可以开 大概这样 那这是白内障开的一个示意图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超音波 把白内障分成很多小块 分完以后 就把它 重新里面的一些杂质 吸掉以后 人工水晶已经大概都是对折的 放到银巾里面 所以做完手术以后 也不要缝伤口 所以是一个很讨喜的手术 20分钟 15分钟后 大概就可以完成 那做完以后 安逸度就很高 那很多人讲说 那请问一下 现在白内障手术 不是有很多要多自费 那自费跟健保有什么差别 然后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眼睛 这个 我们这个看东西 要够清楚 除了这个白内障手术 要做得好以外 水晶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 那我们这个 一般我们这个看东西 比如说 就讲这个电视机也好了 我们电视机里面 如果说大家的电视机 家里还是那种旧式的电视机 就是阴极色线 有很大的印象管 这个像这个 左边这个图形的话 那这个就是叫做 叫做球面性 那球面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正重要还好 因为球面嘛 到边边就会变形 那如果你说 你家的这个电视机已经改成了 像这种平板式的 就叫做非球面 那把非球面的这种光学原理 使用在这个水晶体上面 就叫做非球面的一个水晶体 所以基本上 健保目前给付的是球面 假如说眼睛已经很大了 我要求又不是很高 大致上可以看看 就像家里电视 传统我也可以看的 那你可以选择球面 那有些人 他比如说他有保险 或者说是他 这个要求很高 比如他艺术家 他对色彩觉 他要求比较高 那就可以选择非球面 因为球面的话 他的这个解析度 一般来讲大概就是相当于 大概600万画素 那非球面的话 可以到达2000万到3000万 跟你要的这个品牌 都有关系 所以这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那如果仔细看出去 球面镜大概就会像这样 你家电视机如果是这种 传统的 你去看下面那个字幕 你去看 这个字就不是很清楚 可是如果是非球面的话 他把这个相差把它去掉以后 再小你看起来也会清楚 所以就大概相当于 把这个相机的这个画素 把它增加了 那看出去的感觉呢 大概会像这样 左边是球面的 你就会觉得这个色彩 虽然大致上也还可以 大概如果跟这个右边比的话 就是大概差这么一点点 但是有些有差别 但是你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其实基本上也没有很大的 那这个另外就是说 你多仔细看一下 球面跟非球面 这个是模拟图 你可以看 他那个清晰度 就差这么一点点 你要求没有很高 其实也是 也可以 那在夜间的时候 他的差别就比较大 看起来的清晰度 会差比较多 那这就解释 为什么球面 他的相差 会比较多一点 主要是因为光学的关系 那另外有些人想说 那还有 除了球面 非球面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叫做这个多焦点 那所谓的多焦点 多焦点就是说 目前健保的水晶体 它就是 就只有一个焦点 我看远可以 我看近就是看不到 我需要再戴老花眼镜 那有些人 他的工作的关系 比如说他是职业驾驶 比如说他是飞行员 飞行驾驶 他没有办法说 看一看 我再戴个眼镜 再来看这个飞行指示 这很危险 那他就要求 能够看远看近都可以 那就叫做多焦点水晶体 那多焦点水晶体 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提供了方便 你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远跟近 大概都可以看 这叫多焦点水晶体 那你看这些镜 大概是这样 你用单焦的 看过去大概像左边这样 那你用多焦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 你看他的景深 景深拉的比较大 所以 你可以在同一个时段里面 你看清楚的部分 会比较多一些 那 这个白蜜杖 我们发现 根据我们也可以学会的比 就是四五十岁的人 跟十年前比 增加了大概五成左右 那很多人 在三十岁左右 就会有 那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跟这个三西产品的使用 是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三西产品以后 它的content很好 大家看一看 父母不是拿这个三西产品 当做这个保姆 就是我相信大家在家里 有些人可能以前 都很喜欢看书的 他现在可能就是一个 iPad在手边 不管你是听新闻也好 或者是去看影片也好 每天使用这个LED的 供应器的这个时间 绝对比十年前 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三西对眼睛的伤害 是慢慢慢慢慢慢 所以 几年下来以后 白蜜杖的比例 就越来越多 那白蜜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跟磁外线的铺设 也有关系 比如说来讲 典型的病人 三十岁左右 他是一个这个 IC设计师 每天用眼就很多 所以近视度数啊 就从六百度啊 跑到这个两千三百度 那这个 本来他都以为是老人病啊 就像我三十岁怎么会得白蜜杖 就一检查 白蜜杖就很厉害 所以 后来接受手术 效果就很好 那三十八岁的这个 女性老师啊 工作很多 都在吃抗忧郁的药物 近视也差不多 三百度 一下跑到一千三百度 那这个就影响到他的生活啊 做完手术以后 效果也是不错 那这种更多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去当这个科技農工 科技農夫 参加这个收割队 收割队队员啊 紫外线造色很多 那也很容易啊 产生很厉害的白蜜杖 这都是我们在日常上最常看到的 那怎么要去预防呢 第一预防就是说 避免啊 这个 长期的这个 铺设在紫外线 而且定期应该要检查 高度近视啊 应该每年都应该要检查 那因为这个的话 就 或者是你曾经做过一些 这个眼睛手术的 这些患者应该去 因为你产生白蜜杖机会 都比较高 那我们现在一般建议用眼 对所有来讲都是这样 叫五四三原则 就是你在学龄的 你近距离五十分钟看一看 有就要休息十分钟 那从学龄到有老花以后 四十分钟就要休息十分钟 有老花咽以后 三十分钟就要休息十分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都可以预防 早发性的那种白蜜杖 那紫外线要比 那如果说你在一些 现代文明呢 会制造一些用一些药物 比如说肋固醇啊 或者说你在使用精神科的药物 压定期检查 那更重要的是 不要使用随便使用一些 来路不明的一些中药 这个里面很多都参用这个肋固醇 那常常就造成你的白蜜杖 会变得比较厉害 那很多疾病啊 比如说糖尿病 所以学长控制好 它会减少你这个变化 那当然眼球外伤 是造成白蜜杖的重要因素 所以避免眼球外伤的产生 这是可以预防白蜜杖的发分 所以刚刚是白蜜杖 那再来就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青光炎 因为这是我的专潮 可是青光炎常常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像这个示意图一样 才开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没有太有感觉 慢慢有一点点阴影 你也不觉得有感觉 等到门诊来就诊的时候 大部分的患者就剩下这一小块 这很可惜 因为 只有当你几乎快要没有的时候 人才会注意到 所以这个情况最可怕的事情 那什么情况也很简单来说 就是说眼睛里面的压力相当过高 所以它使得四神经产生这个损伤 最后造成视野缺损 最后造成失明 那就是说 水只有静没有出 或者出太慢 眼睛压力太高 那眼睛里面最柔软的就是四神经 所以它眼压一高起来以后 那四神经就产生了这个凹陷 结果就造成色已经破坏了 所以这个是 清光阴影的最主要因素 最简单的因素 那我们眼睛一天会产生多少的水 我们眼睛一天 大概会产生4.2cc 不是很多的水 4.2cc 可是你产生了4.2 你没有办法排掉4.2 那眼睛就会高起来 就会变成清光阴影 所以原理是很简单 那清光阴影最大问题就是 它是不可转立的 就是说有了 就不可能再回来 所以很多病人想说 驢师我来给你看 我是希望说 我清光阴影可以治好 清光阴影不会治好 清光阴影治疗的目的 是让你变坏的速度减慢 它让你 清光阴影就是一个什么 光明跟黑暗的战争 你在越早期 越早发现 你去治疗 那你保有相当的视力的时间 就会越久 你就不理它 它就慢慢的慢慢的 就把你的视力剥夺走 那大部分的病人都没有症状 所以它只要靠筛检才有办法 那少部分病人 它可能会出现像 看上去虽然彩虹 或模糊 或者是头痛 夜间头痛 只是有些病人会有这样 那有一部分病人 可能是因为急性发走来就诊 比如说突然影压 我们正常在20以下 有些人一下 影压跑到八九十 是来就诊 然后非常痛 视力突然上市 这个季节非常多 像我们在冬季的时候 每两三天就有一个急性发送 虽然说我们在报纸 或在媒体 整天都在呼吁说 特殊的病人应该来接受筛检 可是每次讲 因为就是有死角打不到 所以每次急诊来就是这样的病人 那我们等下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样的病人 特别容易早上会这样 那刚才讲 这个水能够再周也能复周 情况就是水太多了 你要怎么样能够 适当的排除很重要 那这就是典型的情况也能变化 这个四神经越来凹陷越来大 下面这个是我们在眼科做的叫做 这个断层 叫做这个OCT 很多人也许做过检查 就是这个光学这个断层检查 好去看看 正常应该绿色 可是当你有青光炎以后 它就会产生红色 那下面就是视野的变化 黑的你就是看不到 就会 视野就越缺越大 越缺越大 那这个3C产品产生以后 我刚才讲高度近视 是青光炎耗发的族群 所以 怎么样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青光炎里面 大概分成叫做开放型 跟这个必锁性 所谓开放型 就是说它的防水 在排出的这个途径中 它被堵住了 它就排不顺 掩压会慢慢慢慢的上升 那正常我们可以讲 20以下 那像这样的患者 它可能掩压可能就在30左右 那有一天它急性变坏 可能会像跑到3、40 这个时候的话 也许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雷射 或者需要这个手术的治疗 可是大部分的病人就是温水 所以煮青蛙 它没有感觉 每天在变坏 它没有感觉 直到后来 就坏得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我们一般要把它称作小偷型的青光炎 那这类病人就是 40岁以上很多 近视超过500度的 那今天度数过去都会再增加的 那你还有一些糖尿病啊 或者一些三高的疾病啊 那有家族遗传 比如说我们的直系血清 有青光炎的 那你得到青光炎的 那你得到青光炎的机会 就比别人多7到4倍 所以直系血清的这个篩检 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疾病就是 告诉人家说要跟它共存 那適当的运动啊 对它都会有帮助 那原发羽角这个必所示的 这个是目前我们讲 在急症里面看到最多的 典型的病人四大条件 大家一定要记我讲 今天所有讲都不记得 这句话我先讲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得 假如你是属于 我先讲这四种情况的话 我们的亲戚有的话 你一定要去接受筛检 第一个女性 第二个年龄大于60岁 第三个身高一小于160公分 第四个远世100到300 假如你有这四大条件 一定要去接受情况筛检 这在台湾地区是最容易急性发作 我再讲一次 年龄大于60岁 大于55岁 身高一小于160公分 远世100到300 女性 假如同时这四个条件都有的话 一定要接受情况筛检 这个在台湾地区 是最常急性发作的一个主群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像这样的人 只要是远世 我们眼球的前后镜就会缩短 我们正常讲台湾人 一般正常眼球的前后镜 是2.3个公分 但是如果说你只要有100到300 你的这个眼球走长 就会缩短了0.3到1mm 那这球的体积是πr三方 当你缩小了这个1mm 有整个眼球的size 就缩小了15%以上 那你想想看 我所有东西都要有 麻雀水小五脏剂拳 那它最后也要几成一团 几成一团 当你这个白内脏又产生 以后白内脏又肿起来 那所有器官又几成一团以后 眼牙就会突然上升 那这一上升以后 一突然一发作以后 眼牙可能50以上 突然看不清楚 那眼睛就很痛很难过 那这样的病人 如果说你硬气很好 马上就医 在8小时内就医 那有的时候大概可以救回来 但是我们常看到就是 delay一些了 那瞳孔就放大了 说不回来了 那有的时候 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就会造成失明 可以造成终身失明 所以 它是一个非常严苛急症 所以 一定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再讲一次 女性 身高小于160公分 原室100到300 年龄大概55岁 这四个条件都有的 一定要到眼科去就诊 那它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 当我们 这个在某个特定情况下 瞳孔放大 为什么这个在冬季特别多 因为 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 皱短夜长 所以你的瞳孔 在放大时间 比较多 瞳孔稍微才会放大以后 防水液的排出 就排不出去 所以 那有时候 很多人在冬季的时候 会感冒 吃点感冒药 我们的感冒药裡面 最多的是什么 让你不要流鼻水 让你不要拉肚子 这些药品 那这些药以后 吃下去以后 因为它是副交感神经处断剂 你一吃完以后 瞳孔就放大 那持续性的瞳孔放大 它的眼压就会上升 所以这很可怕 那一发生以后 你在八小时内 没有治疗 就造成失明 这是我们在 目前看到的 失明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那 在日常生活中 里面也会 比如说你长时间看电影 隐时起伏过大 或者喝水量一次很多的话 都是一些耗发族群 所以 这些得也要避免 所以 急性清光炎的患者就是 麻雀醉小 五脏俱全 拥挤效应 这个一定要记得 那它产生原因就是 白脸状过手 或者眼睛里面有肿瘤 也都有可能 那另外一种 也会在这个冬季 发作的一个清光炎 我们叫做 红彩性清光炎 比如说它有红彩炎 比如说它有一些疾病 比如说它有僵质性脊椎炎 比如说它有 内风式性关节炎 比如说它有 这个 红白性狼腸 它也有可能 变成这个清光炎 因为 它全身性的发炎以后 它在眼睛里面也发炎 眼睛里面一发炎以后 它就死了水溢 这个防水液就变得没办法排出 因为它很黏嘛 水排不出去 那银牙也会上升 这个在冬季也会容易发生 为什么 在冬季大家很多都会死补 你会吃一些食疗的东西 你这个死补以后 表面上好像对身体比较补 但是对一些 結地组织疾病的话 它可能刺激太多了 刺激太多以后就容易发炎 一发炎有银牙就会高起来 所以有的时候急诊来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要区分 你到底是 一个急性的 鱼角壁锁的情况 还是一个红彩性的情况 所以我们应该讲 就是要区分这两个疾病 那 眼科里面一个最可怕的疾病 叫做新生血管情况 这个就是说 当你的糖尿病 你没有办法控制到很好 眼睛里面开始出血 出血以后 眼睛产生了一个缺氧 缺氧以后 就产生了一个新生的血管 这个新生血管 会把我们的这个红膜 就整个砸满了血管 排出水就排不出去 那这眼牙一下就会到达六七十 所以这三高的人 就特别怕这个 这个一发生以后 不管你再怎么样的治疗 像这样的病人 二分之一以上 都需要把眼球都摘除 把眼球挖掉 大家听到很可怕 因为 眼科医生都想尽办法 要保留我们患者的视力 或者保持患者的眼球 可能得到这个病以后 有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的病人 甚至需要把眼球摘除掉 因为他到底会痛到你受不了 我们很多病人他来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 他头发每一根都是直前 为什么要痛到把头发拉直 也就很痛 所以这个疾病是很可怕的一个病 所以平常就是血糖一定要控制 因为这个是跟血糖是有高度相关的 那清光眼的治疗 一般讲在最初期 我们大概都是药物 或者是用这个雷射 那没有办法控制以后 大概就会考虑用手术治疗 那能不能治愈呢 清光眼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清光眼治疗在怎么样治疗 就是延缓你变坏的速率 很多病人讲说 那没有办法治愈 我干嘛要治愈 因为这个延缓的差别在什么 如果是你不治疗 你三年后就会下掉了 你治疗也许可以拖到十年以后 就算我可用四例的时间拉长 所以当然要治疗 因为只要不治疗 它就会变坏 那我们在选择了 炎药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选定一个目标 那开始用这个最保守的药物 那如果一个药物可以控制 就用一个 那不行 再慢慢加上 那因为这个药物它每个基转都不一样 所以几乎每天都要使用药物 千万不要忘记的用药 那它降压的原理很多 一个就是增加我们这个小凉网的排除 一个叫增加我们叫葡萄拱膜的排除 那就目前最常用的 像前列腺素 就是属于叫第二个基转 那有些药物它是复方的 比如说它一瓶药 但是两种药在里面 就是复方的药物 那点一药的话 点完以后 眼睛要轻轻闭起来 闭个三分钟 希望更多的药能够停在眼睛里面 效果会比较好 那这个大部分药物都需要每天要用 这个再提醒 那新药有什么样的突破 目前清光源有一个新药 就是里面含有这个一氧化氮 那它会让这个 这个传统的排除毒镜也增加 那非传统的毒镜也会增加 这是目前这个最新的一个药物 那这个药物说起来也是我们实验室有发现 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发现 很多清光源患者在他体内里面 一氧化氮濃度是很低的 那我们把这个论文发表以后 我们在这个世界眼科大会发表以后 后来这个法国的药厂叫做Nikos药厂 他们这个研发人就跑来找我说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生产一些 产生一氧化氮的药物来降一氧 他就跟我讲 那就从2000年就一直研究 到了2017年的时候 就终于有一个新药 这个实际上我们实验室 对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那它的降压效果是很好 那什么时候清光源要考虑用雷射 如果药物控制不是很理想 可以考虑雷射 那如果你是属于鱼角壁索性清光源的话 那它的首要治疗就是以这个雷射为主 那雷射的话呢 它就是各种方式 那最主要就是一个 就是提防蟹孔交易 红膜雷射就在红膜上给你打个洞 打完这个洞以后 这个防水液就比较容易排出来 这个时候就眼牙会控制得比较好 那什么时候要考虑手术 点了药以后 它还在变坏 或者点了药以后控制不好 或者点药以后它的副作用你受不了 这三个情况之下 情况也就要考虑要手术 那我们常用的手术 大概叫小凉网切除手术 这个大概80%都做这样的手术 那有特别困难的 像我们医院的最大著称就是 使用这个绿国管手术 全台湾大概90%的病人 都转到我们医院来 那这种手术就是在我们院做的最多 那还有就是二合一手术 假如说它又有青光炎 又有白内障 我常常就鼓励说 我们应该做合并手术 因为避免你做完青光炎以后很成功 你将来又要做白内障的时候 当你做白内障的时候 它会产生很多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 会把原来成功的青光炎手术又破坏掉 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建议做这个 那现在国外做很多的叫微创手术 它会有一些很细的小管插在眼睛里面 给它做排水 它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目前健保也不给付 而且价钱也很贵 所以目前来说都不是主要的手术 但是很多病人就会问你 请问这微创手术的效果好不好 我的回答一般都是说 微创手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对大部分来讲效果都不够 但是有些病人想说 一开始不要想做这么侵犯性的手术 我想做比较保守的 那你可以考虑使用微创手术 那清完手术其实最完以后最主要就是照顾 它一定要非常好的一个护理 尤其在手术或前三个月 你照顾得好 那它恢复的就会比较好 那效果也会比较好 那做完手术以后它需要適当的按摩 你要怎么样按摩使得它这个 我们给你开的这个渠道 能够保持畅通 有很大的学问 所以我们在开完道的病人 常常就回来诊的时候 我们就有专门的人员 会教他说要做怎么样的按摩 那手术后 清完手术跟其他手术不一样 其他手术做完以后可能都说 我们要这个食补啊来维持 但是清完手术 因为它在眼睛里面给你开了一个洞 你不要补 你把这个洞补起来以后眼牙就高起来 所以在做完手术 应该要少吃这些刺激的食物 应该要清淡一点 那有在吃中药的 有些都会认为暂停使用会比较好 那清完治疗 基本上就叫四吻原则 一个用药吻 你平常用药就要记得定期在使用药物 第二个心情吻 因为很多人得到清光源以后 他就觉得很害怕 听说清光源会失明啊 每天都很焦虑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当你睡不好 眼牙就会更高 那所以说睡眠很好 很重要 那当然更重要的眼牙要稳 治疗以后眼牙都是控制的 这样你清光源变坏的数率才会降低 那这个睡眠 我常常跟别人讲说你要好好睡 别人都觉得没办法想象 为什么睡不好 它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因为这样 我们身体里面自有一个修复的急转 我刚才讲说 我们正常的一天 大概会产生4.2cc的水 可是 那前提是我们在夜间的时候 我们产生的水只有白天的百分之60 所以4.2cc 那如果你睡不好 你在夜间跟白天产生一样的水 那你一天产生的水 就会超过5.6cc 那你多出来这1.4cc 你就来不及排 那眼牙就会高起来 所以你好好睡觉 就相当于使用一个清光源的药物 那睡觉的时候怎么睡呢 清光源变坏不能爬睡 你爬睡的时候眼牙会高起来 那也不要 当你要这个平 也不要完全睡平 清光源变坏 当你睡觉的时候 把枕头提高大概30度 银压也会降低2左右 所以枕头稍微提高一点 那要撤睡的人 不要撤睡在你比较坏的眼睛那一侧 比如说他的右眼比较严重 你就不要撤睡右边 因为你撤睡这边 银压是比较高的 那睡前30分钟 我常常建议就是说 我们适当的运动 比如说走路走30分钟 甚至是骑这个 在家里面都有这个 这种飞运 就是那种家用型的 这种在运动室的这种脚踏车 也都很有幫助 那让你血液 不要集中在这个末梢血管 那你血液适度的流畅 这个都对你的清光源控制有帮助 那睡前洗温水澡也有帮助 所以清光源他是一个 视力的这个小偷 很多人认为说我还年轻 这是老人才发生 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多 年轻的患者 那跟你讲 因为直系血清 比如爸爸妈妈有 小孩他可能十八九岁就出现症状 那很多人认为说 清光源可以自愈 他不会自愈 他就是控制 让大家坏的速度慢一点 那他说 清光源一定有症状 可以让我有警觉 不会很多清光源是没有症状 一定要靠检查 所以只要你是 耗发族群 你一定要检查 那清光源 不会加足遗传错的 清光源会加足遗传 那运动不会影响营业错的 过度的运动 让负压上升运动 比如说 憋气 仰卧起坐 这一类反而让对眼 或者是你倒立 这个对眼睛不好 可是你适度 像你的快走 像你的起脚要撤 这对眼睛是有帮助的 那最后一段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黄斑部的病变 黄斑部病变就是说 我们现在发现 跟这个十年前比 大概也增加了三成 那什么样是黄斑部病变 黄斑部就是说 我们在眼睛里面 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 那这个最重要 如果产生病变以后 你就变得会看不清楚 那这个发生率呢 大概是大概百分之一 那台湾有一个叫做 石牌盛行率的调查 在台湾地区大概 我们的黄斑部病变比例 大概在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二左右 那黄斑部病变看东西 会怎么样 就像哈哈镜 看东西直线的 它就会变曲掉 那有些人不是那么明显 有些人 他可能稍微一点点 你可能不会太注意 或者说是 他两眼 只有一眼有明显的黄斑部病变 你可能也会疏忽掉 所以当你把眼睛 轮流遮起来的时候 你看到有病变的眼睛 实在直线 怎么会变得不止 这就是黄斑部病变 那黄斑部病变 那黄斑部病变最常见的 我们在台湾地区最常见的 就是黄斑部皱折 就黄斑部 本来应该是正常的 它像一个皱 皱起来后 就叫黄斑部皱折 那或者是黄斑部随肿 躺大病人的病人 他也能产生黄斑部随肿 那有些病人 因为这些疾病以后 他就产生 四脑膜黄斑部的破孔 破个洞等等 那有些人 他是过累以后 他会产生中 中心僵异性的脉络膜 发炎 叫CSCR 这个 一些特殊人身上 也会产生 那高度近视 也会造成黄斑部病变 老年性的 更会造成黄斑部病变 那刚才讲 典型的症状就是 看东西直线了 你看到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建议使用方格子 你去看 人流定期看一下自己的眼睛 那黄斑部病变 以前的诊断 它会有一些盲点 因为有时候 因为看不出来 它只会差到一点点 那现在自从OCT 就是眼底断层 光学断层检查以后 就看得很清楚 因为正常看起来就是绿色的 你如果不正常以后 它很简单 它就变成红色 所以就变得很容易诊断 这也是为什么说 现在 黄斑部病变 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因为诊断变得容易了 所以就很容易看出来 这是一个黄斑部皱折 所以皱折就是说 本来应该平铺的 它像一个指捏过一样 就变得不平了 那 黄斑部水肿 这就是黄斑部 看什么叫水肿 这个就是正常黄斑部 大家看这个 这个右下方这个图 它本来应该是凹下去的 黄斑部 当你水肿以后 它就鼓起来 鼓起来鼓得很厚 那 因为糖尿病以后 它会有血 会渗透出来 所以会看到 会产生这些发炎反应 会有渗透等等 那这个中央浇阴性网膜炎 就是有些人莫名其妙 突然看东西变得 东西变得比较小 看东西变得比较暗 尤其在一些年轻人 四五十岁 熬夜工作了 它常常会出现像这样一个情况 那老年性的黄斑部应该大概分成两种形态 一个叫肝性 肝性就是退化性 就是它里面的细胞死亡了 那它就有一些退化 那一种叫肆性 肆性就是说 它里面的血管有渗漏 那一直在漏水 那以前的话呢 肆性就没办法 可能就雷射 那现在因为有新的一些药物 发明以后 这个肆性的黄斑部应该可以用注射治疗 所以是很常见 那这是一个肝性 那你看东西呢 就在正中央 就是有时候 会完全看不到 或者出现扭曲的现象 那肝性呢 它也会恶化 比如说你看 那原来是一点点 慢慢慢慢它融合在一起 它就变得越来越多 那看东西呢 像这个丝性的 它漏水 所以看到白白的是 荧光素漏出来 那你看东西就开始 慢慢就会有缺了 所以刚刚讲是黄斑部应该 那这个肝炎症 我相信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先把它跳过去 那最后一段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想说 既然都讲这么多了 那怎么样 让我们眼睛变得比较年轻 我想这个 大家更想要知道 那我们当然有一些方法可以 就第一个 你会增加眼睛负担事情 不要做 那怎么样 让眼睛变得更年轻呢 那我们除了说 我们日常的在 在食物的摄取要均匀 但是我觉得很难 因为父母会管小孩说 你不要偏食 可是没有人可以去管父母 那其实这个世界来讲 偏食最多的就是父母 因为当了父母以后 都是想吃好吃的 他想吃自己喜欢吃的 可是没有人去检视一下 父母到底吃的是什么 如果反过来 假如我们的孩子 他会检视说 你每天叫我吃这个 你看看你自己都没有吃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或者大家自己 回来审视一下 你回来想一想 像我们这个礼拜 今天是礼拜天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 你想想看你吃了些什么样的食物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偏食的 因为什么 人性就是这样 我就要吃 我喜欢吃的 我喜欢吃的 我方便吃的 或者我觉得我喜欢 我觉得好吃的 但实际上 他吃起来都是不均匀的 所以我们眼睛很多时间 都是在缺乏一个 营养素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 就是应该 你要供给他均匀的营养素 不过讲起来很容易 但是大家知道 比如说我单身在外 你要吃到这样的东西 有时候有它的困难 所以也许用一些营养素来补充 那怎么样补充 我跟大家介绍 可是有些我们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少盐少油 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少糖 尽量不要吃糖类的食物 不要抽烟 也不要跟陈时中学习 就是陈时中一个坏的榜样 大家看他平常没有抽烟 可是在私下就会抽烟 所以这个不要抽烟 抽烟其实对我们眼睛是最 尤其抽烟对我们的黄斑腹是最坏的 其实你知道这个老烟枪 你知道抽烟抽了20年 你到了60岁 一定都有仿斑不命便 所以不要抽烟对眼睛会比较好 另外就是定时的休息 或者足够的光 我刚才前面讲 因为好好休息会减少眼睛的疲劳 那你会减少眼睛做的工 那眼睛状态也会变得比较好 强光跟紫外线 就像我前面已经说过 控制三高 这都是最基本 这些我们可以做得到 自己可以做到 比如说我血压血糖 好好控制 那我避免强光 这个我们都做得到 那可是在我们的营养素的补充 要怎么样补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最看听到最多的就是燕黄素 因为每次大概 就不管你在看这个第四台 卖的这些产品 或者是在这个广告 听到最多的就是燕黄素 我们所有维他命里面 最偶尔所人想就是燕黄素 那什么是燕黄素 其实燕黄素最早的时候 是从精展化里面萃取 它实际上很简单 它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抗氧化剂 但是它是一个黄色的抗氧化剂 因为在我们黄斑里面 黄斑部里面它需要黄色的一个色素 为什么 抗蓝光嘛 蓝光跟黄光是什么 是互补色 所以当你有一个黄色的抗氧化剂的时候 它可以把蓝光可以阻绝掉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黄色的 所以你看看真正的这个燕黄素 大家提炼出来 它其实是金黄色 那它可以避免它的伤害 那它在人体里面 没有办法自己合成 但它食物里面可以 比如说什么样地方最多 比如说花椰菜 比如说菠菜 那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玉米 那甚至连鸡蛋 蛋黄里面有很多燕黄素 所以假如说你在食物上 你如果吃到够的话 但你不要偏吃 大概吃我们的深绿色 那像南瓜这类 或者深色的这些蔬果的话 大概都有燕黄素 所以你可以把它吃下去 但是问题是 你在吃蔬果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生吃 除非说我都在吃沙拉 你在吃沙拉的时候 它不会被破坏 但是你只要一被 经过盆煮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 它的抗氧化就是 它结构上有很多霜碱 这个霜碱 当你只要一煮下去 有霜碱就被破坏掉了 所以它抗氧化没有了 它是还有叶黄素没有错 但是它是已经没有效的叶黄素 所以当你煮了食物以后 它就吃不到 所以你最好就是吃生的这些 这些深色的蔬果 它是有帮助 可是你如果已经是 Deep fried 所以你是深度的煮的食物的话 它其实效果都不好 那另外玉米黄素 也是个抗氧化剂 那它里面很多来的来源 比如说玉米啊 或者是红椒啊 或狗积籽 所以常常温中医说吃狗积籽 狗积籽裡面含的最主要就是 叫玉米黄素 它也是一个很强的 一个抗氧化剂 那根据美国AREDS 就是美国对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研究发现 你的这个 你的这些营养剂里面 它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素 它要移成一个 5比1的比例的叶黄素 是最影响 等一下再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Omega 3 像鱼油啊 也是它对我们细胞微血管体 都有很大的保护 那很多人 我们过了大概 50岁左右 或者45岁以后 就会有肝炎症的现象 肝炎症去最好办法 你就多吃鱼油 在食物裡面 適合比如说EPA DHA 那你如果可以吃鲑鱼 多吃鲑鱼 我常常跟家人讲 你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你都多吃鲑鱼 每天多吃鲑鱼 富含这些很丰富的鱼油的成分 那三桑子 三桑就是小蓝莓 那小蓝莓大家知道 最有名的故事 大概就是这个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英国的皇军 皇家公军 它政府就规定 每天要吃半磅的小蓝莓 它每天配给你要吃 为什么 二次大战空战的时候 都没有飞弹 都是大家见面以后 利用机关枪打 所以谁先看到 谁先打 谁就会获胜 所以英国的皇家 就是规定 每天要吃半磅的小蓝莓 那你知道吗 小蓝莓吃到后来以后 你的小便都会有点蓝色 所以英国有个笑话 那个时候的笑话 是在酒吧的老板 他说 只要这个空军来过 我都知道 你去看厕所就知道 尿里面都是蓝色 就是空军来过了 所以应该知道 他要吃到多少个量 那实际上真正里面 他就是需要他里面的一个花青素 所以他对夜间的尸体会有帮助 所以对他们在这个 到目前来讲 他现在还是美军的标准配备 美军到现在还是规定 你一周要吃完 吃满这个半磅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 你如果去Costco买 你可以发现 Costco很多这个什么小蓝莓 为什么会 会有这么多小蓝莓 因为美国他就是规定 就只要这个 他就要吃这个东西 那维生素里面 维生素A 是跟我们里面刚刚讲 光电转换是有很大的重用 那维生素A是有抗氧化 所以在食物里面 都应该要摄取这些 那B群呢 是跟我们四层经整个的发育 跟我们四层经的功能的维持 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些都要吃 那有一些微量的一些元素 像鑫啊 铜啊 铁啊 铁啊 也都是重要 对我们黄曼部的维持论 所以假如说你去选择一个字迹 对我含这些的话 是比较的影响 所以根据这个 我们刚刚讲 美国国家卫生院 它建议的 AREDS 就是老年性黄曼部病变 建议的配方 大概以后你去选 我会建议像大家选的这样 就是这个 叶黄素跟玉米黄素 是5比1的比例 那这个成分里面 需要含有三桑籽 需要含有鱼油 需要含有这个维他命 A跟E跟C跟B 但是不要选有含β胡萝卜素 因为这个 在这个美国的研究发现重要 假如说这个病人 或者在参加这个研究者 你去吃叶黄素 又加上这个β胡萝卜素的时候 它会产生这个肺癌的机会 比没有加β胡萝卜素高了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建议 所以大家在选择 买这个叶黄素的成分的时候 你要选 你如果吃叶黄素 你没有鱼油了或什么的 就不要再选 它里面再含这个β胡萝卜素 这是美国这个国家卫生院的一个建议 所以一般建议就是 它的病例是5比1的 它使用天然摄取的这个进展花 含有这些 那有人讲 我说请问一下 是要吃游离性还是非游离性 好的叶黄素是游离性的 那这个紫化的是便宜的 紫化一般就是化学合成的 因为是价钱差很多 因为抽取式的它是游离性的 游离性比较好吸收 因为常常都有些是是而非的观念 就是到底要吃游离性还是紫化 很多第四台都会跟你讲说 我们这个食品啊 1200块啊 这很便宜啊 因为紫化 它就是合成的 那这个就不是天然的 所以一般要吃 一般大家会看到 它有很多要标说 它是佛罗货 佛罗货就是代表说 它就是美国的KIMIN的腰肠 产生的 所以如果只要是佛罗货产生 就代表说它如果感谢 就是真的话 那它就是真的天然摄取 天然抽取 所以它的建议的黄金比例大概 像这样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所有的这些疾病啊 大概都是预防重影治疗 所以我们近视在600度以上 也就是说高度近视是500 可是我每次跟500度的讲 都觉得他不相信 所以我们放宽一点 你600度的人啊 而且每年都增加100度以上 一定要做眼睛的检查 那糖尿病 现在你只要去参加 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照护网 它就强迫你 你一定要去接受定期的赛检 那3C产品使用太多的人 然后过度使用 那我相信 在座也许幾乎80到90 都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作群 那你有接受过手术的 那当然更加紧急要去 我们的病人也许开完都 两三年也都不回来看 那后来又发现又有其他 因为眼睛会老化 不单是白内障 不单是清光眼 你还有其他的疾病 你还可能有 好漫步病变 你还有可能周边网膜退化 所以就算你做过手术以后 半年我建议都要追蹤 那右眼的习惯 像543原则 你在学生的时候 5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 不过这个国舰局在去年也做了一个改变 因为我们以前的说小朋友上课 就一节就50分钟 要不上不完 但是因为台湾这个近视比例太高了 国舰局说拜托 跟我改一下 我们现在你改了 我们现在叫343 也就是说右眼小朋友 就在你上课 他们现在一节就改成30分钟 30分钟上完以后 就要休息10分钟 所以大概 虽然叫543 但实际上 现在真正在执行的话 就可能就变443或者343 大家知道 那你过了 有老花以后 30分钟 就要建议要休息10分钟 大概这样 那怎么样检查黄斑木呢 你就你可以 反正大家会都有手机啊 你就Google一下 你就说 你就Google一个说 阿姆斯勒方格子 你就自己看一下 当你有了病变以后 它的直线 就会产生变形 有黄斑木皱折 或者黄斑木水肿 它都会变 所以很容易啊 就可以做这个检测 那护眼就是一二 一步二一样 一就是不要过度用眼 不要长时间的使用 不要把这个三星产品 当做保姆 儿童的保姆 自己的保姆 好像自己的一个 一个朋友一样 随时都要戴在手边 这个要避免 好 那维持正常作息 任何疾病啊 好好的休息 对眼睛啊 都有帮助 那清光眼的患者 你在夜间睡不好 眼牙就会高 就会高起来 所以不要熬夜 那隐私要正常 这个很重要 定期就要接受检查 那清光眼呢 大概是这样子 我常跟病人这样讲 我们这个清光眼的 好发比例 在我们台湾地区 大概有百分之二的人 会发生清光 所以假如说 在我们小学同学里面 大会同学会啊 全班 全班都 同学会 有没有互相问 有没有清光眼 没有 只要大家都没有 那我们就要去检查一下 因为就 五十个人 你们就会有一个啊 大家都没有 那你就有可能会有机会啊 所以你要接受检查 那如果是跨院的比赛 就这个清光眼 就我们三四百人见面啊 大家都没有 那你今天下午就应该做检查 因为呢 大家都没有啊 那他比例就这么高 怎么可能大都不是 结果一去检查 就是 我常常讲这个 跟开玩笑一样 你都变成 他听我讲完以后 他还讲 果然就清光眼见蛮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两眼啊 他一眼很厉害 他没有感觉啊 可能一直有 不断提醒你 你去做检查 那我清光眼这么厉害 所以 如果说 怀疑 有任何吉祥 就应该要去做定期检查 那你检查 你就很容易 把早期的问题 就可以发现 随便以每年一到两次的检查是必须的 那我们要守护我们灵存时窗 就是希望 能够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说 李医师 我宁可 这个听不到 我也要看得见 那我想这个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感触 不过因为iPad有了以后 可能还是要听得到 因为只有看 没有声音 你会觉得人生也是很很无趣 所以 要我们的这个五官都能够维持 都很重要 但是视觉真的是 因为视觉 因为我们视觉 你看你有生活有独立性 你可以 你可以这个 你可以靠自己 因为 到年纪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 靠孩子 靠不了 靠老伴也不见靠得住 那你要靠自己 靠自己 首先视力要好 你可以 獨立性就会高 所以 怎么样能够守护我们的灵存之疮 是非常重要 那能不能看见美丽的世界 也在乎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上 要做良好的控制 也要很严格的一些 一些生活的一些守折 大家也都应该要维持 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李医师精彩的演讲 我记得二十年以前 一个媒体的负责人 你跟我讲 他说你请的这些名医 平时挂号就已经很难了 如果说你再邀请他 媒体的一转播以后 挂号更难了 我就回到二十年以前的 他当时跟我讲这个话 但是第二件事情 我跟大家报告 我自己也开过百肋障的手术 但是我开完手术以后 我要一个礼拜 我前面跟大家报告 我邀请的这个大佬 我来演讲 就在这里 但他告诉我 我前天还接受过 含内障的手术 我说你前天今天就来了吗 他说我说你是给谁开的 他说就是给李大文李医师开的 就在这里 所以我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在做任何医疗 去知询或者看病的时候 当然一定要找好的医师 就像李医师这样子 掌声再次 那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切身的感觉了 我自己开白肋障 要一个礼拜 这位大佬 第二天他就来了 所以感受得很深 所以另外第三件事 跟大家报告 因为这二十年来 我们请了那么多的明医 良医 在接受我们的邀请来讲座 很多人说 我常常接到很多电话 说我挂不进去 我自己也要看李医师 我只有在现场 给他自己挂 所以我建议在座的朋友 我们邀请过那么多的明医 您真正要给他去看的时候 一定要现场挂号 怎么讲 我听过你的演讲 我慕名来给你看 他一定会让你挂 好 这是我利用这个机会 给大家报告 好 我们现在采取双向沟通的方式 我们两队都有麦克风 好吧 请您取一个手 来来来 好 请坐着 坐着请教 坐着来发问 一位已打 请问李医师 因为我是点清光眼 降眼压的药水了 造成眼睛的上眼皮凹陷 有没有药水可以治疗 这个清光眼你是点陆木铭吗 还是点什么 小小朋友我忘记他有什么名字 造成这个上眼皮凹陷 最多的就是前列腺素 夜间点一次的陆木铭 对 这个是在清光眼界最没办法 不过那有个好消息 明年就会有个新药 这个药点了以后 他就不会再凹下去了 他是另外一种 他叫艾伯利斯 艾伯利斯 就像一个化妆品的名称一样 他是日本神天药厂的一个新发明 来过一阵子 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广告 那为什么这个清光眼 要点了以后他会凹陷 因为前列腺 跟我们身体里面 一些发炎反应有关系 所以他点下去以后 对眼睛呢 他就是产生一个低度的发炎 那在我们眼眶里面有很多脂肪组织 你点久以后 这个脂肪它会流失掉 所以他就陷下去了 那你可能不喜欢 但有些人很喜欢 那为什么 你看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欧美的这些女明星 你可以看到上眼光都熬下去了 他会觉得这样子很漂亮 所以这个看每个人 因为这个陆木影在韩国 他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韩国女生 他也不喜欢这样 所以后来很多人都需要去做 这个眼检这个美容手术去重建 所以后来这个日本的药厂 就想到说 我们一定要发明一个新药 来针对他这个副作用去更改 所以 那 大概会这样 那已经凹下去的话 那有没有给补救 那当然 那就是好做美容 就是 你可能可以打一些这个玻尿酸 把它填补起来 不过更重要的就是说 可能像这样的药 也许需要更改 所以将来会有新药 来取代这个陆木铭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情况会好一些 好 来 先生好 我要请问一下 非文症是我可以治疗或缓解 谢谢 对不起 非文症是我可以治疗或缓解 我刚才讲 非文症就是我们玻璃体 它产生了这个滚着的现象 我们眼睛里面90%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玻璃体 玻璃本来应该像洋菜一样 那你随着年纪大以后 这洋菜慢慢就出水了 出了水以后你就看到很多 很多点点啊 或者是像帆啊 或者像法师一样 它本身是无害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理它 它也就自己就会消失了 那它就是我们一般叫皮影系效应 就是它越靠近这个四瓦膜 你看得越清楚 所以有些人呢 它说练一个什么功呢 它练一个这个铁弓 它拿铁针打头 铁针打一打 为什么 当你打一打以后 那个玻璃体跟着晃晃晃晃 就消失了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消失 它只是说你这个玻璃体 它原来上面退化的地方 本来靠近四瓦膜 它现在移到边边你就看不到 所以一般来我们就说 大部分医师都跟你讲说 建议你非文症 你就跟它共存 但是在一个病人如果第一次发现有非文症 它一定要散大瞳孔 仔细看一下 因为有的非文症是周边的网膜产生的破孔 所以色素释放出来 那这种情况下 你做到雷射把它封起来了 它非文症就不会再持续出现 这需要 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存在了好几年 而且没有再变化的话 大概就是说请它跟它共存 那有些人就说 我可以吃点像抗氧化的 吃点燕黄素 吃点鱼油 那当然有某程度的一些帮助 好 拜拜 来这边 吕医师你好 我有三个问题想请教 第一个就是 那个 我们平常啊 晚上很喜欢上完三个小时 不然就 有时候是阅读 因为我很喜欢看 紫本的书三个小时 那今天假装说 那个LED症都会有蓝光 那我觉得 我就不知道该用什么 因为蓝光好像 我每次都在我的所名 可能也对我的皮肤 不会产生斑点 然后对眼睛可能不好的话 那到底我应该换成什么灯 然后第二个是 那个 呂医师 那个 讲了很多内容很棒 可是那个PPT 都涨得很快 我们都没办法看清楚 那如果可以的话 请问呂医师你有出书吗 或是把你的很多内容 都写成书 我们可以带回家慢慢看 那 第三个是 刚才会那个肝炎症跳过去 又刚好我超过五十岁 那我就发现我的同学 朋友跟同事 刚好都有很多人都回馈给我们大家 在讨论的时候都会有肝炎症 那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说 有怎么预满肝炎症 谢谢 我们先从后面讲回来 肝炎症是 女性特别容易是因为跟 荷尔蒙有关系 因为我们过了更年了以后 荷尔蒙减少了 所以 这个 它的分泌液就会慢慢就不够 那你的水质不够的时候 你就觉得会有肝炎症 所以怎么样去改善 有时候对很严重的患者 我说你要不要看一下妇产科 假如说你是一个 第一 这个产生这个乳癌的机会的患者 你适当的 补充一下女性荷尔蒙 它对这个 肝炎症的症状也会有改善 那但是真的有了 你会觉得症状很厉害 我们大概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可以使用一些肝炎症的 这个药水药膏 那假如用了以后还不行的话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把鼻裂管塞给它堵起来 所谓鼻裂管塞 就是说 我们这个浴缸里面放个塞子 那我们眼睛中有个鼻裂管 就是说 你哭的时候也会流鼻涕 对不对 那再去把这个塞子给你塞起来 你的泪水在眼睛里面 就会流得比较久 那如果说这两个都做都还不行的话 那下一步就可以打热毒感菌 因为 我们正常人是一分钟 大概会眨眼大概18次左右 那你每眨一次眼 就会把这个泪水 从这个鼻裂管器中拍走了 你可以打一下热毒感菌 减少你的眨眼次数 你症状也会比较好 所以 它要看你的这个症状的强度来决定 那我们肝炎症药水里面 有很多是 有分成这个健保跟自肺 健保就是它都有含防腐剂 所以你假如用防腐剂你又担心的话 你也可以用自肺 就是因为它里面补充的成分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泪水分成三层 有水层油层跟黏液层 它首先要check 你到底是缺的哪一种 你缺水就要补水 缺油就要补油 缺黏液层就要补黏液层 所以要看你 你一定要做一番这个检验以后 知道你缺的哪一种 你去补才有效 因为我缺的是油 我就一直给水 还是不一样 因为你给了水油 它很容易蒸发掉 效果也不太好 所以肝炎症那不是一个大学问 可是肝炎症治疗起来 它确实就有盲点 这个是没有错的 第二个因为时间有限 我其实想把更多的观念传来给大家 但是实在是传递给大家 但是实在是来不及 那简单 其实你就上YouTube 打我的名字 那大部分的内容 因为这是通俗演讲 所以大概都会重复的在讲 所以你也可以上YouTube 给慢慢多看几次也可以 那我现在是要打算写一本书 那但是因为现在 我觉得看书的人很难 写一本书大概就自己花钱 自己自己在硬手 因为几乎没有人在看书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投资 所以大概我原本书会上 对不起 但是我忘记你第一个问题 一个就是 我会喜欢用那个 对对对对 像我们一般来说 你看书 你用的眼力也比你用iPad来的少 我手机 因为书它是黑白印刷 所以它眼睛里面 它瞳孔它不太会变 但是你如果是看这个LED 或者看这个iPad的时候 它各种的色彩 所以眼睛里面它一直在维系的 一直在调焦 所以你会比较容易 所以你可以发现 看书三小时跟看手机三小时不一样 看手机三小时会比较累 所以你要看手机 我刚才讲就是五四三原则 你要看三十分钟 就建议要休息十分钟 不要持续的看 要看短一点 另外我刚才讲 LED 你的色彩越好的话 它的这个鲜艳度 就会 蓝光越多鲜艳度就会越好 所以你要只要避免 但是你就选 不要太颜色太鲜艳的 尤其是宣称说也很好效果 它真正就是增加蓝光元素 那另外我刚才讲 就是你要怕这灯光里面来的问题 也许你可以稍微耗冷一点 你在阅读的时候 改用使用 原来我们的灯泡灯 它里面就 暖光人数是低的 或者是你选择低色温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 你去买灯泡的时候 商家都会说 我们买这个六千的 六千K的 它看起来颜色会比较 比较这个 比较亮啊 比较透明啊 里面LED就倒了 你可以选择 我刚才讲 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 三千万 你可以选择两千五K的 他大概就跟我们的乌丝灯的 这个灯的亮度是比较接近 那里面的蓝光元素就比较少 好 你好 一直请问 我是干性的 那个 同班户病典 那我现在已经 开保完 那我现在要 以后要怎样去 保护他 你是开白内照 防班户病典 干肢 干肢 干肢黄半部病典 一般是没有在做手术 我现在你应该不是干肢 我现在你可能是 也许是黄半部皱褶啊 或者 对不对 对 黄半部皱褶不是干性的 黄半部是私性的 对啊 黄半部皱褶就是 黄半部因为发炎反应以后 他把一张纸 本来应该是平的 他变得像皱起来一样 那这种做完以后 其他效果 不是非常好 除非说你原来视力 掉到0.1以下 如果你原来视力 还有0.5 0.6 就算你开完了 你可能觉得 弯曲好像稍微好一点 但还不会很满意 而且 做完黄半部皱褶的最大问题是 半年左右就要需要开白内障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病发症 有 这两种手术都做过来 那我是请问 因为 要到你那边 那山我去挂好挂不到 所以我 我现在要怎么样去往后的保护 一般我建议就是定期追踪 这个延底断层检测 OCT 可以三个月追踪一次 那日常生活上 我刚才讲 可以补充一些叶黄素余油 因为这个对黄半部细胞里面的抗氧化作用 就有帮助 所以在食物上 多次生绿色蔬果 如果没有办法 就是说再从食物获得的话 那可以直接这些保养品 会有帮助 对啊 谢谢 好来 员医师你好 请问可以做什么好的眼睛运动 对 可以让眼睛有保健 谢谢 这个眼睛操 就是很多小 比如我们在小学啊 或者是在国中啊 就是说教育部在推广的时候 进行眼睛操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 眼睛操就是政府的一个谎言 所以谎言就是说 你不会做眼睛操 变得比较好 但是为什么要大家做眼睛操 真正最大的目的是要你从 你在看近距迹里 把你移开来 对不对 因为上课的时候 你就看着啊 他可以说 来我们把头移开 看旁边 看上 看右看左看下 眼睛绕三圈 再绕一绕一绕 这个不是 真正的目的 不是让你做这个操 但是不给你讲一个操去做的话 你就没有事可以做 对不对 又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叫眼睛操 看上 看下 看左看右 绕一圈 瞬时钟三圈 但实际上这个就是 善意的谎言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让你 把眼睛从看近距里面 拉开而已 但不会有用 而且你如果说 你跟着他 每天这样做 而且你时不时在做 你时会跟我讲说 驴师我做完以后 觉得眼睛更酸涩 那因为什么 眼睛上面他有六条肌肉 这个肌肉本来他就是 刚好是平衡的 你没事就被给他训练了 就跟你这个训练这个 这个手部的肌肉一样 练久了以后 就长一块肌肉起来了 我以前有一个病人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病人 他就很相信 他每天就在练 练练练练练练 练练练练练练练 他眼睛竟然张不开 为什么张不开 我们发现 我后来给他做电脑断练 他的眼睛的直肌 厚度竟然增加了一倍 为什么 他就每天这样练 就练身体一样 跟健美先生一样 他的眼睛的肌肉 真正是别人的一倍厚 后来怎么办 因为他眼睛没办法动 后来只要做手术 要把他这个直肌 给他切掉三分之一 他的眼睛竟然可以正常 这算是也很有趣的 但是这个也不能讲 讲多了以后 政府就说 我们跟你讲什么 你就跟我们唱反调 但是实际上 他真正目的就是这样 好 最后一位好 有吗 好 最后两位好 被人拍不光 余律师你好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 关于就是 眼睛做雷射手术 我本身就是29岁 然后我今次度数 大概600度 闪光有200 然后我现在是考虑说 我要不要做雷射手术 因为可能也不太了解 然后我更想知道是 他会不会有后症 因为我看 余律师本身也有戴眼镜 我就想要了解说 那医生就是本身有近视的话 那我想要听一下就是建议这样 然后我第二个问题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常常会碰手机啊 3C产品 我想要询问说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是抗蓝光的产品 例如是眼镜 或者是说 就是我的那个手机的那个荧幕啊 都会有抗蓝光这些产品 我想要问一下这些产品 你是否就是对我们是真的有帮助 讲以上是什么 这个第一个就是近视雷射手术 是不是可以做 当然是可以做 那为什么眼科医生大部分都不要做 我跟你说 为什么大部分都不要做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 他去做的时候 他都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我自己也帮几个眼科医生做过近视雷射 可是问题是 他都知道你下一步会怎么 就像你算命的 你就知道假如算命的他算得很准 他知道他出去 就会被车撞死的话 他这辈子连大门都不敢走出去 那眼科医生你在帮他开的时候 他没说 你现在是要干嘛 你现在是要干什么 你看他是一个很坏的病人 所以因为你 你都完全知道这个步骤会怎么样做 所以他会有这个预期 所以你知道 天底下最难开的白眼床是谁 是开桶叶 像我跟你 我开了几个眼科医生的桶叶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糟的病人 因为他知道你下面要干嘛 你跟他旁边说 这个什么器械拿过来 他说你现在要干嘛 对不对 那因为他都知道 所以眼科医生他自己在做的时候 都被做的都失败了 你看那个水最有名的 诺贝尔颜柯医师 他自己就想 他在哈佛做的这个禁止的时候 都做失败 为什么 因为他都知道 下一步你会怎么样 他就会闪躲 因为我跟你讲 是在做雷射 他用雷射光去打击你的这个角膜 把角膜削薄了 你就要眼睛睁睁的看在上面 可是当你是医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会怎么样 所以你就故意会闪躲 所以他做完以后 他闪光变得很重 他不是说这个手术会造人 而是因为 大部分病人如果是懵懵懂懂的 你去拍 你去开的时候 你就不会对抗他 那大部分病人 他就因为 就是你懂了 所以你就会对抗 你一对抗 有时候就没出握 所以很多医生来讲 他就是效果 他就效果不好 但是有一些眼科医生他会做 比如说整天在电子上做广告 禁止雷射多好 因为他如果戴眼睛没有说服力 所以他怎么样 他一定要定下神来 他一定要好好做 也有蛮多医生做的 那禁止雷射在什么样 并且最需要做 我想最需要做 比如说艺人 他没有办法戴隐性 在荧光幕前 或者在水云灯下拍戏 或者是空姐 因为空姐他的工作 他在飞机上 他随时 带时间没有办法戴那么久 而且在飞机舱里面是比较干的 所以干眼神都会很严重 这是他非做不可 那其他人呢 那只要是工作方便性 像我们有很多足科的一些工程师 因为他要穿着防腐衣 在足科里面做 他不是穿防腐衣 他自己穿五层衣 他戴眼睛就起雾 他没办法工作 所以跟他工作有关 他就非做不可 那一般的病人的话 我就说看个人的需要 但是什么样的病人最适合 六百度以下最适合 度数越深 我刚才讲 如果度数越深 他将来有机会会变成 白内障也会容易变成清光炎 那做完禁止雷射 最大的坏处就是 他眼睛就量不准了 因为你把脚膜削薄了 那你量眼睛永远都是正常的 每个病人量起来眼睛都是11次2 因为脚膜薄了 看起来他的脚就软掉了 所以眼睛都不会高 所以这个是不太适合的地方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 假如说我的目的只是 我把近视 我把它去掉 那我度数不深 那他不是不能做 但是你要全恨他得失 那最多的 最大的 最常见的副作用是 眼睛会很干 因为做完雷射以后 他把这个脚膜一个断面 切开一部分 所以你会有感眼症的现象 那但是 你要去权衡说 我的获得跟我的损失 有没有比 还有另外就是说 跟年纪有关系 假如说我在22、23岁做 我们到40岁老花 你可以20年的时间 我都不用戴眼镜 可是你现在39岁做 你做完以后 你如果看远很好 你看近 你老花眼就变得很严重 所以这也是要考量 所以这跟你的年纪 还有跟你的工作性质 跟你的生活型态 各方面都应该综合体验考 所以 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其实我劝阻不要做的 比我真正教病人做的 要来得多 但是不是说我们不会做 也不是说这个不能做 他确实还有需求性 这是一个 对不起 你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现在市面上很多 OK 这个抗蓝光的这些用具 像我自己的眼睛也是抗蓝光的 是抗蓝光的镜片 是可以使用的 那手机上面的保护贴 一般来讲 它的抗蓝光效果大概40% 60% 如果说你用一个百分之百 抗蓝光的手机贴的话 你舍不得看不进 因为 所谓抗蓝光就是 它是跟蓝光的 它的互补色 所以你看它的产品 大概都是黄色或者棕色 那百分之百就是全棕了 你根本看不进去 那你当你看不进去 你眼睛做的工 就更多反而会更累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 抗蓝光的 它这个percentage 大概40%到60% 但是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是累积性的 在单位时间里面 累积的量越多 它会越严重 所以第一个你要减少 它的这个接触时间 是比较重要 那抗蓝光的贴纸 它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是可以使用 但是 大概就会跟着你的限制 它说你看到真正标准 它会测一下 你要抗到什么程度 我们一般市面上 卖有从15%到70% 那一般我们建议的 可能选在40%左右 最低效 它的亮度 你也可以接受 这样 看 好 不好意思 我那个 志工两期问 因为我本身 刚 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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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场来讲了命女 其实我是对命女 略有一点研究 嗯 呂 呂 也非常有兴趣 那我主要是讲说 我的眼睛 就像你讲的那位虾 那个命女师 他眼睛瞎了 那我的眼睛不好 我相信这个东西 我也知道我眼睛不好 但是我知道怎么样越防 这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黄斑部病变 因为我最近前几天11号 双11那天我去做 这个黄斑部病变检查 因为我六月底去的时候 那个医师 那个中心医院的医师 他是 退休之后自己开店 他就告诉我 哦 你要注意哦 有黄斑部病变 六月底的时候 那正常我应该是半年前才去 半年之后才去复查 可是我 三天前我又去了 那他就告诉我 那我就说 那我是很担心 那白内障 清光眼 我都是ok的 但是我是担心这个 那个黄斑部病变 那我现在 我也很担心说 到底是黄斑部病变 我怎么样预防 那医生讲的很简单 就是说 你就是要 做 尽量做 闭光的动作 戴太阳眼镜啊等等 那我 当这个动作 这些动作我当然也会尽量做 那我 另外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想说 请教一下医师 就是说 眼睛是灵魂居床 您刚也讲了 就是说 我宁可 听不见 但我不能看不见 那 这个三种 白内障 黄斑部病变 跟清光眼 它伤害的程度 但是清光眼是最严重的 我知道是 因为会 瞎眼的 那黄斑部病变 有没有可能 往这个清光眼 这个 賴境 我想说 这两个 这个问题想 请教一下 那个 李医师 黄斑部病变 基本上 它不会变成清光眼 但是黄斑部病变 那你去治疗的时候 它可能因为 在治疗的过程的时候 引发了一些 副作用 可以造成清光眼 比如说 有些黄斑部病变 它比如说黄斑部破孔啊 或者是黄斑部这个 皱褶 它做完手术 它可能需要打气 把这气把这四网膜顶起来 那眼压就会上升啊 这会造成短正性的这个情况 所以有可能会这样子 谢谢 好 那个 我们徐顾问也有问题呢 跟 李医师请教 我想请问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 事意非常的好 但是40多岁 开始就老花 老花之后 再接触电脑 接触手机的同时 跟老花的度数 上升得很快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老花的度数 它有到一个 某个极限吗 老花一般 大概到了58岁 大概就会停住 假如说 我们原来是完全没有这个 近视完全正常 就是阴光是零度的人 到了这个58岁的时候 它最终老花的 大概会带到375 会带到325度是上限 但是我如果原来我们是 你说原来视力也很好 可是你是远视眼 比如说我原来眼视是 150度的 那你就可以把150度 再加上325度 大概会 我们大概会 停在这个475 所以大部分病 上限大概是这样 但是每根程度不一样 因为 一样的老花 比如说有些人他 200度老花 他非戴眼睛不可能 有些人他觉得说 他头的位置 或者手拿远一点 他也可以看 所以老花症状是因人而异 但是他是有个停止数 大概一年来讲 过了50岁 一年大概增加25到50度 是看你原来的情况 如果原来是远视眼的 他会增加多一点 原来是近视眼的 他会增加少一点 好 非常谢谢 李医师精彩的 好 我还有两个事情 给大家报告 我今天听了 因为我听李医师的演讲 听了20年 那李医师刚刚讲 你们要知道 今天的演讲 我们会全程转播 但是我们的全程转播 不是马上转播 我们必须透过 连回保护 他回去有后制作 走的后制作 就是调整声音 调整影像 打上字幕 那个可能要 一个 一两个月以后 你才能够看得到 我们所有的演讲 基本上 现在都在脸书跟YouTube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不然的话 各位可以 你想到啊 连阿里巴巴 马云 都在看 大陆的阿里巴巴的马云 都在看我们的节目 各位想想看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公益讲座 所以将来 还有今天的演讲 你只要买明天的 台湾新生报 早上一场 下午一场 你都可以看到 当然那是局部的 那我今天 听了 吕医师这个演讲 我今天很感动啊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医生 有爱心的医生 各位想想看 我就回到了 我们的健保制度 你看 一个印尼的 一个朋友来台湾 要给吕医师开到 要花六十万 要花六十万 而我们的健保制度 可以说办得非常成功啊 所以办得非常成功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德政 不管哪个党执政 健保制度 一定要让他延续下去 对大家才有帮助嘛 好吧 这就是我们政府的德政 我听了吕医师这个演讲以后 我第一次 吕医师把他前面的 整个的情况 也做了一个说明 因为以前我都没有听到过 我对吕医师再次的表达 最高的敬意跟谢意 好 最后 我们再次感谢 谢谢李医师精彩的演讲 您是精彩的朋友